噢噢噢噢噢哇哦哇哇哇 是 노�очьay 哈佑? 什么是哈佑verse?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慎州拉夫 回来吧 从空间站到贝洛伯格在行至仙洲罗福 开拓者乘坐星穷列车驶过宇宙间的万象世界 如今皮诺康尼发来邀请 现在星穷的独拔即将再度启称 这场开拓之旅的前方将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米哈游 走进崩坏星穷铁道项目组 从游戏的创作者口中挖掘这个世界背后 故事的世界 为什么她有这个沙发 社会之星皮诺康尼是一座玄于银河的星际酒店 一片光怪陆离的梦想之地 yeah i was waiting to see you in it oh yeah january 30th 在在大途会中人们用梦想创造财富和奇迹 享受一场又一场纸醉金迷的盛宴 谁能想到这片人间仙境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去 这位人间仙境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去 这位人间仙境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去 这位人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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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尼西林 阿斯匹林 匹诺康尼听上去像是什么药物 菲诺康尼这个名字是结合了 匹诺和康尼 它原本是一颗公司建造的监狱星马 被押送到这里的囚犯都会进行永无宁热的劳作 那在漫长的抑制回收工作当中 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 也就是连续梦境 借此人们得以在夜晚的冲键 比起白天苦涩繁重的劳影 在梦中的生活会显得 给你准备 for a very sad 准备 of all worlds broke out oh no 给你准备 for a sad trailblaze mission 今个人对比非常有趣 就想保留下来 既然如此 有考虑过用安眠药作为名字吗 是这样的 你也不希望我们打开地图列表 会看到右边是一行行 什么 一九级五本 级七绿 一三二青 二青一四 零二弹杂拙 二屏之类的 对吧 作为记忆贝洛伯格和仙舟之后的又一个全新世界 皮诺和尼的风格基调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题 权衡观众的认可度 文化的时髦值 还有跟游戏的视频 什么 they doing 经过重重筛选之后 制作组终于确定了 oh I see 的文化风格 爵士时代 the jazz age 这种是厉害 在确定这个风格之前 有什么被你们狠心抛弃了其他方案吗 有的 在早期的构想中 也考虑过维多利亚时代 Victorian era 整个世界就是一座巨大的钟表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钟表 全世界就是一座巨大的钟表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钟表 全世界就是一座巨大的钟表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钟表 全世界就是一座巨大的钟表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钟表 甚至在这里 时间是一种可以被分配的资源 在穷人和富人之间流通 不过在推进的时候 发现好像怎么做 都和贝洛伯格有点相似 平和康尼 哦 耶, thank goodness Jazz age in the land of dreams 我认为它 took inspiration from anything 在哪个时间呢 嗯 无夜前的那一刻吧 自由美好的夜晚永远不会结束 属于明天的那些压力 烦恼痛苦也永远不会到来 这一刻仿佛就是 永远不会到来 这一刻仿佛就是 很静止不变的 我相信这也是 给他个儿章台 你回来 正在此 一个故事中的 理想中的美梦乐园 应该能够满足这个 朴素的需求 能够让人轻而易举的 理解并共情 嗯 连移客也来不及为 落选的维多利亚爱道 美术团队就要紧锁密狐的 进入对全新风格的 探索和制作 在梦想之地的主题下 诸多天马行空的设想接连出炉 大家似乎忽略了一点,梦境并不全是美好的事物,世间还有名为恶梦的存在。 哦,哦,那不是梦,那是邪魔的。 呃,痛苦吧。 悲哀。 嗯,因为主题是梦境嘛,所以在一些概念的设定上,其实会非常的宽泛,找不到具体的锚定点。 那我们要把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巨象的世界表达的话,然后再转换成核心的包装方向。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比如说当时我们要设计一个跟恶梦有关的怪物,我们要说到的需求呢,是这种怪物它是悲伤啊,傲慢啊,这种情绪巨象化而成的。 但这种概念其实很虚。 就比如说你要跟我做一个很愤怒的怪物, 嗯。 所以我们的状态就是白天上班要做恶梦,晚上做恶梦要上班。 呃。 一直在抱怨工作是不是不太好? 没关系,我们到后期老师会屏蔽掉不合适的内容。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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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在那之后呢,我们就进行设计的沟通,才确定了这些一系列的怪物是跟记忆有关。 所以说我们就采用了。 用了给云洞的元素。 这些元素。 哦。 然后再把它们跟爵士时代那种华贵风格相结合。 是这个思路一点点往下推呢,我们才完成了这些敌人的创作。 嗯。 它是像一个大镜头。 对于俗话说的好,别人的不幸是蜜糖的味道。 在美术老师的特殊挣扎之下, 一座浮夸奢奢米,纸醉金迷的城市就此被搭建出来。 这里的人们奉行唐江主义的生活方式,沉沦在盛会、歌舞和唐江饮料的快乐中。 街边的喷泉是快乐水,天上的烟花是快乐水。 水龙头里流动的也是快乐水。 就连汽车里烧的也。 嗯? 我看到平洛科尼的交通工具外形很特殊。 为什么会是一种运行呢? 是这样的,我们一开始想过,把整个城市设计成一个大型弹珠机。 人们乘坐的弹珠在城市中来回穿着。 这些 chairs。 一方面是能体现出上世纪美国传统娱乐, 像电子娱乐升级的一种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也能让整个城市给人一种只会出现在梦境之中的感觉。 这个想法虽然没有最终被采用, 但弹珠作为交通工具的设定还是保留了下来, 还形成了一种跨区域移动手段的小玩法。 就像是那些下载之后还给你装回来的流氓软件一样。 The malware. 我更愿意称之为游戏策划的一种执念吧。 然后这种交通工具设定上叫做球龙, 取自这个曾经是监狱型的压球车。 球龙外壳上的编号代表着它的交通路线和交通路线是一个道理。 如果两个球龙相撞会不会诞生出一种名为台球的运动项目。 这种是很新的玩法, 不过我们还没有试试这样的内容。 所以是在适当中。 这种叫做球龙竞速的比赛。 目前最赤手可热的拳手是一只巨型太空仓鼠。 坦白说,我是反对动物表演的。 作为平德康尼史上最具商业价值的球龙手, 仓鼠球骑士还作为科传队, 这种东西最名的动画的主持人。 看他们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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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种动画风格,因为角色的身体可以随意拉出来。 什么是那种? 像是迪士尼或是迪士尼或是迪士尼吗? 或者是迪士尼这种动画? 在这种层面上,这个闹钟都很容易勾起人的杀意。 嗯,是的。 哦哦。 大卫,醒醒。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当你对一件事物的执念越深, 它就越有可能出现在你的梦中。 作为在群星间旅行的无名客, 开拓者可谓是见作试卦。 所以,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怪物吗? 你就说执念大不大吧。 嗯,I wonder。 嗯,I wonder。 第一眼就能让人目瞪口呆的那种。 或者这样的想法做了一些种事。 嗯,最后,这张图就出现在大家的屏幕里了。 反正我是目瞪口呆了。 就决定了它一定要在屏图上进出现, 也同时还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图生态小玩法。 咦, 咦, 他建造了一種圈子嗎? 在這裡你可以變成為中表小子動畫裡的角色 並且體型優勢探索位置的區域 也可以通過視覺上的錯覺實現一步登場 哦,我以為你覺得他會變得很雙手 一瞬間 在這些玩法中,有什麼開發過程比較痛苦的經歷嗎? 嗯,應該是夢境迷中吧 Dream ticker 你可以試玩一下 哦,耶 這個玩法就是通過鏡面的反射之類的現象 給中表小子造出一條通往中間的道路 它非常燒腦,但燒的是策劃的腦 因為這個玩法用到了很多視覺誤差 比如說,彭洛斯階體 比如說,彭洛斯階體... 這 reminds me like Super Mario 3D Land 一些關卡的設計想脫了同事們的頭啊 我們絞進腦枝設計的關卡 把難度控制在大家都能通關的程度 它是Galaxy Fold 就是... 通關了 就是... 對 就是... 就是... 對 對 簡單 哦 是... 是... 這個世界 遺憾的是 遊戲中的角色似乎沒有進化出膝蓋 我是說歪軸 但是開拓者總有辦法讓地圖的各個方位都遍布自己的足跡 等待... 怎麼... 怎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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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有考慮過... 對... 不會跳躍的故人印象 做一些有意思但不複雜的新常識 然後因為規則就成為打破的嘛 rules are made to be broken 延展了很多無視物理規則的玩法 走牆就是基於可動力的動力的動力 走牆就是基於可動力的動力的動力 其實... 為什麼要設計六邊形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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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設計六邊形的地圖 而是立方體它本來就是六個面 並且實際製作過程當中 一個關卡其實也不只有任何人 所以我們的地圖是四邊形的 沒錯吧 他好像是鎮著每個人他話跟他 其實初衷是為了不要浪費美術大佬的設計 畢竟我們最初的幾個世界都太平了 一些精心製作的場景並沒有充分的讓玩家感動的 要加一些Dips 所以才有了走牆這個玩家 美術老師一定很高興你們能這麼想 嗯 除了保證遊戲性和跑速體驗之外 還要顧及美術表現和性能 啊, here come the devs 最複雜的那個走牆迷宮嘛 策劃做了二十幾版白河 美術老師也跟著改了二十幾版白河 美術老師也跟著改了二十幾版白河 也就是六成二十 一百二十多倍的工作量 哈哈 我們還是按四倍工作量來算 我愛當他們說 是 從另一個視角看待這個世界 往往會有一些新奇的收穫 擺脫過有的定時和框架 一種全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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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什麼意思 嗯, Bayu got his hit then 他確實了 嗯,他確實了 那除開策劃之外 還遇到過什麼困難嗎 因為空間視角的轉換 在遊玩圖中呢 雲三地是比較常常的事情 在遊戲中 我們通過限制玩家的 有完全體驗 當玩家走到對應位置的時候 我們會通過後台運算 把相機調整到一個 比較舒適的角度 但是作為地圖的設計者 你們在製作過程中 會… 還會暈的 完全是靠著自己的專業素養人 在應稱著不適的工作 為著適應節奏 我們也專員出了一些 比較騷的辦法 因為雲三地的原理和雲車 是一樣的 你的眼睛在接觸到的畫面 和牽停器感受到的身體運動 不一致就會產生眩運感 有這種症狀的同學 會通過吃一些比較酸的梅子 會吃一些比較酸的梅子 會吃一些酸的梅子 會吃一些酸的梅子 會看見外面的症狀 哇,是那些 是那些 我還會準備一些雲車藥 已被不時之需 knew是不好 但但… 我們也盡量改善了文家的遊玩體感 真是獨特的解決方式呢 沒有故事,女士 沒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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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覺得 皮諾康尼這個名字 像是個藥名 在這次採訪中 我們見證了一個概念 如何一步步形成一個鮮活的世界 也見證了一個鮮活的人 也見證了一個鮮活的人 在這部影片 在這部影片 有人窮盡自己的想像力 有人窮盡自己的想像力 有人小金腦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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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她 還有人受到身體的不適 這一切的努力 都是為了給玩家送上一份最棒的遊戲體驗 在採訪的最後 我們問了這些創作者 想對玩家說的話 這是他們的答案 都說了跟藥物沒什麼關係 下次海天非常簡單 下次海天非常簡單 白天上班做夢 晚上做夢 晚上做夢 上班 結束了嗎 可以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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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遊戲的創作者 但是我覺得應該錯個熱鬧 最後 祝大家做個好夢 感謝你 不錯 那是一個內容的 影片 那 她說 我 where he kind of goes into depth with that one and honestly the puzzles too the puzzles I kind of like went deep into which there's that one and then there's also the clocky one where it's like it depends on where you are honestly I kind of feel like that one wouldn't be too difficult either but I have to wait and see though I know it shows how like she just kind of flew through it but and the transport system you can go through the little like spheres which you know I mean you can always just fast travel in Star Rail but I suppose that's like a cool little thing to get from you know point A to point B let's say there's like a balcony and you can go you know up and over you take the little sphere car and then yeah then going up the walls are going to be cool and how they make the enemies too was interesting it said that it looked a little too a little too 2D and they want to make it more 3D or like it kind of fell flat and they also didn't want to make the ground too flat they want to make it have like dips and curves and make it actually look like it's real or like not like you know bland yeah it's cool it is cool to always see like behind the scenes and like what the devs think like what's going through their head you know yeah good video good video another good video this is going to be so many pentacony videos leading up to pentacony so yeah and hopefully they're not showing us literally everything because I hope we can see things that they haven't shown us yet so we can be surprised if not that's fine but yeah big shout out to Dr. Orange Punk Bayou I don't think they mentioned her name who was the host oh no Lee Song yeah and yeah and yeah and what was this about what was that what was this that evil pom-pom with something in his hand that Swervog on the right hand side and I think looks like every character but they're like pissed off I see Welt you can see on the far right side you see someone like Ting Yun or somebody with ears see Jingyuan see Yongqing see Pella Zeela Branya Sampo oh Lightning Lor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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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ning Lord Lightning Lord Swervog Japarad Fireright Zeela Lynx I see I see Hook Don Hung yeah that's crazy that is creepy so that's like the nightmare you know that that could be the changing arc in what happens like in the actual event you know like everything's just twisted around all our friends are our enemies pom-pom is trying to like you know crash the train or something that's gonna be a big turnover like a nightmare I like how she mentioned it there's when there's dreams there's also nightmares but yeah that's cool though nice little behind the scenes video definitely appreciate those for sure do you know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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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